高雄市林雅区有一家超商的店员呢 老师偷偷躲在监视器拍不到的死角 一个冰柜上面在那边偷偷玩手机 然后呢事后有客人来了赶着结账就忘了拿 忙完回到冰柜上面一看 手机还真给人摸走了 男子走进超商挑冰棒 在冰柜前看了好久 就是不知道该买哪一支 好不容易做了决定伸手一拿 不过诶怎么手上还多了只手机 那手就黑色了呢 原来高雄市有一家超商的店员 平常喜欢躲在监视器拍不到的冰柜旁玩手机 不料才到柜台结完账 手机就不见了 急得店员赶快报案 没想到警方循线逮到人后 嫌犯居然说是在冰箱里看到手机 嫌犯被逮后 坚称在冰箱里看到手机 好奇才会拿走绝对没有恶意 但店员也说手机当时明明就在冰柜上 哪有可能冰进冰箱 两人各说各话 谁忍至于撑啊 说他在卖冰品冰棒的 冰箱里面发现一支手机 店员是指撑 他不可能把手机放在冰箱里面 确实他有切到的行为 警方认为应该是店员整理货物时 把手机冰进冰箱 不然就是有客人恶作剧 尽管如此男子拿走手机就是不对 因此被寒送而这支手机 信号指冰一下还是能继续使用 这支新闻成事一百问题高雄报道